美国的科技发展是不是也因为自己的制裁政策 现在变成卡卡的地步呢 就在美国制裁华为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美国本土的公司 美国的宽屏巨破AT&T还有最大的电信商 威瑞森公司在美东时间1月3号态度大转变 现在同意配合美国联邦政府要求延后开通5G服务 避免影响飞航安全 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原来认定 在机场附近的5G基地台 可能会造成航空安全的疑虑 因此呢要求AT&T还有威瑞森要延后推出他们的服务 两家厂商原本是拒绝 但最后呢还是配合美国政府了 只是呢现在美国的5G建设啊 比起中国大陆已经拥有超过139.6万个5G基地 显然是落后中国了 那么美国的安全智库营运长认为 停用5G服务也可能会导致 美国在这个领域的发展落后中国 再来我们关注啊 北京冬奥呢即将要在2月4号揭幕了 刚好现在今天呢是倒数30天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在1月4号的时候 也前往视察冬奥的相关筹备工作 习近平视察的重点呢 是包括了大陆的国家速滑馆 冬奥的媒体中心 以及北京的冬奥村 还有训练基地等地点 同时呢也慰问运动员教练 以及所有的工作人员 跟大家信心喊话 包含了媒体记者 也向大家致上了新年祝福 北京冬奥的开幕日期会在2022年的 2月4日 一直进行到2月20号闭幕式 那么这个期间呢正好是中国的新年假期 那么冬残奥会将会在3月4号举行开幕式 那么在北京冬奥期间呢 除了关注到了选手的精彩表现之外呢 中国还有一项有关财政的政策 在推动数位人民币 中国从2019年就开始再推数位人民币的试点了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 数位人民币的试点版APP 已经正式上架了 包含如果是用Android系统的应用商店 或者是苹果手机的App Store 都可以下载 但是你现在如果拿手机要下载 你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我找不到呢 因为并不是所有人可以下载的 现在呢仅限于官方啊 抽选的试点地点的白名单用户才可以来注册 其实一直到2020年的10月份呢 数位人民币增加了 包含上海海南长沙西安青岛大连六个试点 再加上先前的深圳书州啦 深安地区成都四点 以及北京冬奥会场试点 数位人民币的这个试点地区已经达到了10加1 新华社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依菲在2021年7月份呢 他当时也表示说 获邀这个数位人民币白名单的这个用户啊 已经突破了1000万人次 那么究竟数位人民币是什么 很多人很好奇 那我们现在不就已经有很多的这个行动支付啦 像是微信支付啦跟支付宝那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其实呢使用上体验跟支付宝微信是类似的 但按照先前呢央行的数位货币研究所的所长 穆长春的说法呢就是 微信跟支付宝它是一个金融基础的设施 等于说你把它想象成是你的钱包好了 那数位人民币呢是支付工具 就是你钱包里面的钱 是你的支付工具 那么在电子支付的这个状况底下呢 微信跟支付宝 钱包里头装的就是商业银行存款的货币 也就是数位人民币发行之后呢 未来啊大家你还是可以用微信 你还可以是可以用支付宝来支付 只不过呢钱包里面钱不一样了 因为它会增加一个叫做央行的 数位货币也就是数位人民币 那么最近呢几年大陆官方不断的扩大 这个数位人民币的试点 在北京呢还首创啊 数位人民币可以用来缴学费 在海南也宣布呢 数位人民币可以用来缴税 那么就在去年7月呢 人民银行发布了一份这个白皮书显示 截至2021年6月底为止呢 数位人民币的试点场景超过了132万个 那么可以用来做什么呢 包括生活上的缴费啦 你吃饭去餐厅的付钱啦 你搭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的付钱啦 购物消费啦 政务服务等等都可以 也开立了个人钱包2000多万个 那么累计的交易数 已经突破了7075万笔 金额大约是人民币345亿元 但是呢中国的推出的数位人民币也被视为是中美金融战的另一章节 在这之前呢中美科技战底下呢 苹果的App Store就成为中美之间敏感的应用程式 包含了在上下架什么样的App 所以呢这次数位人民币会在App Store上架 也引发大家关注未来的后续发展 那么其实呢要推出数位人民币主要呢 跟中美的战争非常的有关 因为要抵抗美元霸权 其实这几年俄罗斯很多国家都已经在做了 中国也寄出了很多战略战术的策略 数位人民币呢对中国的包含了跨境的贸易啦 跨境支付啊非常的有意义 在全球国际贸易主流跨境支付工作 支付工具 其实呢很多国家采取的是美国主导的这个Swift系统 这个系统呢是以美元来结算 也成为了美国金融制裁的工具 只要呢美国今天下令说 他们要经济制裁某一个国家 就等同于告诉你 你被美国禁止使用这个Swift系统 也就是说你要跟别的国家做生意 外汇的贸易全部都被卡住了 那么伊朗曾经在2018年 就被踢出了Swift之后呢 伊朗要跟别的国家做石油贸易 变得很困难 导致呢伊朗石油的收入在一年之内 锐减三分之二 那么中国现在呢 在北京冬奥前力推这个数位人民币 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要让美元主导的这个金融系统 边缘化 然后呢就可以增加中国在全球的战略竞争力 北京的目标呢 是数位人民币要达成围绕冬奥全场消费 如果说按着这个SOP继续的前进的话 中国渴望成为重量级的经济体当中 第一个发行正式发行官方数位货币的国家 那么这个科技媒体呢 Protocol的这个中国板块的执行主任 David Warton就指出 中国的确现在呢 拥有金融科技环境的所有条件 可以超越拥有更发达金融硬体 但是呢比较老旧的美国 所以呢北京也希望能够刺激消费支出 来增加在货币上的权利跟知名度边缘化 以美国为主的金融体系 那么另外呢在欧亚集团的地缘政治分析师 卢小萌他是认为 北京现在推这个数位人民币 背后有许多的动机 那么主要是认为数位人民币 可以维护中国货币主权的安全 可以增加中国在全球的战略竞争力 那么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区块链研究所的 执行主席Don Tepscott 他说呢各国政府其实领导人 都在寻找镜头的那道光 他说现在呢光出现了 结果没想到是火车 朝着他们迎面而来 他这个形容是说 如果说中国的数位货币赢了 一路可能会进军到 透过一带一路 透过RCEP推广到世界各地 一路要进军到非洲 推动到东南亚 甚至是东协东盟 人民币到时候会变成记账货币 美国的全球霸权就结束了 那么美国的研究机构 国家亚洲研究局 从2000年到2015年之间呢 他有一份报告 有关于中国用人民币买卖 交割的这个金额 几乎是零 但是呢增加到了1.1兆美元 几乎是国家总贸易额的三分之一 那么在华府的战略国际研究中心 中国计划一份报告也显示 其实到了2021年啊 全球跨国支付作业呢 其实只有2.5% 用人民币来执行 相较之下呢 使用美元占了39% 使用欧元占了36% 等于呢 美元欧元支付还是大宗的 所以现在呢 中国大陆要开始发展了 只是没想到 英美又开始拿来说嘴了 英国的政府通讯总部主任 弗莱明就警告说 中国大陆你推这个数位人民币 你有可能是要来监视用户 你要来控制全球货币跟交易的工具 另外呢 还有三名的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 还特别啊 指示要这个美国奥运组委会呢 禁止美国的运动员 如果说去参加了北京冬奥 不可以使用中国的新数位货币 当时候呢 中国外交部战狼发言人赵立坚 就立刻做出回应了 认为呢美方有关政客的行径 只会反映出他们的无知 建议他们先去搞清楚 到底什么叫做数位货币 那么其实之所以要发行呢 最重要的 如果说对内来说的话 第一打击地下经济 防止贪污 维护国家货币的主权 然后也可以抗衡一些虚拟货币 像是比特币 脸书币等等 甚至是美元霸权 人民大学的 长张经济代研究院院长 土永宏 他就观察了这个央行的 这个数位人民币发展了将近十年的时间 主要呢 是因为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之下 他们也在讨论说 如何让这个区块链的技术 更加的完善 而且试点呢 一半就是三年的时间 为的就是来测试 这技术上有没有漏洞 管理有没有办法 尽善尽美 那么中国为什么这么积极要推这个数位人民币呢 中国的经济学家聂辉华 他分析啊 数位人民币的好处 第一 数位支付呢 我们付钱就更加的快乐 提高交易的效率 第二是这个交易的过程有加密 然后有印记可以追踪 所以就不会有什么赖帐不认帐的行为 再来第三 也就是一个最重要的部分 要打击违法交易地下经济跟贪污腐败的行为 中国这几年都在抓贪腐 所以呢 如果在政商关系当中 每一分钱的来龙去卖 都可以被追踪的话 谁敢贪污 也没办法贪污了 另外呢 还有一位经济学家 周传伟 他也同意 中国虽然说 这几年现金使用率慢慢减少 但是呢 现金的总量还是很高 所以官方现在呢 也想透过这个数位人民币 有效地实施反洗钱 反恐怖融资 反逃漏税的要点 表面上 这个数位货币呢 好像就是一个交易比较快 来一个契约的手段 但其实背后是具有 国家权力竞争的 说白了就是对货币主权的竞争 万众主问的北京冬奥 就要开幕 不仅实体的场馆设施 全都准备好 预计在冬奥全面使用的 数位人民币试用版 也正式上架 这次APP的试点地区 包括了咱们上海 北京冬奥会场等等 大陆从2019年开始 推数位人民币试点 这个月四号应用程式 在安卓应用商店 和苹果App Store上架 根据大陆央行银管部 数位人民币是法定数位货币 上位发行就已经有1.4亿人注册 不仅能够有效节约成本 还能满足大陆境内 零售支付需求 目前已经应用在包含 十一住行购物消费等领域当中 共35万多个冬奥场域 北京冬奥成为大陆展现 数位人民币的重要舞台 也是数位人民币国际化测试的 一大机会 大陆媒体形容 数位人民币就如同 北京冬奥的科技名片 专家则表示 数位人民币的定位 就是替代现金 加上有国家背书 具有无限法偿性 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比较新鲜的一个尝试 因为之前的话 像这个数字人民币 我们想抢还不一定抢得到 然后这一次的话 是都能用得上 美国之音报道指出 大陆推行数位人民币的目的 是在刺激消费支出 增强大陆在全球的竞争力 数位人民币能够维护大陆货币主权 和金融安全 可能改变全球金融体系 以美元为主导的局面 面对数位货币时代来临 美国也开始正视数位美元 不过目前还没有进一步决定 中美两国接下来势必迎来一场 数位货币战 记者张力报道 在高科技都是网路手机的世代 网路安全的审查就更加的重要了 现在大陆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发展跟改革委员会 工信部还有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等 13个部门 他们修订了一个网路安全审查办法 2022年的2月15号开始 要要求掌握100万用户的个人资料的 这个网路平台运营者 必须要赴海外上市就要申报网路安全审查 2021年的9月1号 大陆的数据安全法实施 已经明确的规定了 官方要建立这个数据安全的审查制度 那么大陆方呢 根据这一项方向 订定了网路安全的审查办法 然后进行的修订 也就是呢 网路平台的运营者 要开展这个数据处理的活动 如果影响可能有国安等等的范围 就要进行审查 而且明确点名了 就是大公司 比较红的这些公司啊 有掌握超过100万用户 个人资料这些网路平台 如果要到海外去上市 你就一定要申报 主要的目的呢 是进一步的保障网路安全 维护数据安全 国家安全 那么在大陆市场的监督总局 最近呢就公布了几件处罚案 包含了腾讯阿里巴巴 以及Bilibili B站在内的违法收购 而且呢每个案子都处以 50万人民币的罚款 那么其中呢腾讯有9件 一共被罚了450万元人民币 那么另外呢腾讯啊 为了开发电动汽车啊 跟和谐汽车合作 收购了9家科技公司 不过呢没有依法申报 所以被罚 另外呢杭州的阿里创投收购电视 网路百货公司 但有两件也没有依法申报 所以呢也被处罚了 100万人民币 那么2021年 大陆涉及了垄断的争议 那么滥用市场支配的这个地位 以及呢经营者等等的 这个行政处罚案 总共有118件 而去年底呢 大陆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也喊出了 要推进公平竞争的政策实施 就可以看出新的一年反垄断 还是依旧会是大陆官方的重点之一 那么2021年啊 有关涉及这个反垄断的金额呢 去年是合计有220亿元人民币 那么其中阿里巴巴被开罚的是 182.3亿元 单家企业占比高达了82.8% 另外呢以这个行业比来观察的话 那么互联网的产业也是去年 受罚最多的领域 118件的裁罚案当中 占比超过了75% 那么对于电商的税务稽查 也会持续的加强 前一阵子很红的 直播带货一解 维亚逃漏税事件 就是一个指标了 那么最近也传出了 京东联盟 还有部分的电商 他们也接获了平台的讯息 表示说因为国家政策调整 所以要进行补税 那么再来我们关注 日本疫情在2022年开始 好像又回升了 在冲绳1月5号 单日新增的确诊 疑似突破了600例 在冲绳之市 郁城丹尼也认为 现在呢 进入了第六波的疫情冲击 那么日本昨天呢 因为Omicron的累计确诊 突破了千例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针对这个疫情表示 防疫的重点 会从边境政策转为国内防疫 适逢开工日 许多上班族也前往神社参拜 祈求新春开工大吉 但是日本疫情 却没有这么乐观 1月4日 全国单日新增确诊 总共1268例 即去年10月6日以来 亏为三个月破千例 东京与大阪 甚至广道也都破百例 而Omicron变异株的确诊病例 也持续飙升 全国30个都道府县 都传出有Omicron病例出现 其中18个都县府 更疑似发生社区感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表示 会把防疫重点 从边境政策转到国内 而冲神在近期也成为疫情重灾区 冲神先知识玉城丹尼通批住冲神美军基地 表示美军的防疫处置不当 不仅让基地内疫情蔓延 也连带导致县内疫情也回温 冲神在四日的单日确诊人数 一口气暴增两百二十五例 玉城认为县内疫情已经进入第六波 也将县内防疫等级升级到第二级 并呼吁民众减少人际接触机会 也即将在六日举行防疫对策本部会议 并呼吁中央政府针对冲神线发布 防止蔓延重点措施 记者廖婉宇报导 冲神的疫情这么严重 还怪到美军身上 最近日本冲神线知识玉城丹尼就批评说 他们的疫情升温主因 是因为美军没有做好防疫 把疫情带进了冲神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也作出回应 他认为防疫不应该有法外之地 更不应该有法外之人 驻外美军凌驾于驻在国法律之上 不尊重不遵守当地防疫规定 漠视驻在地人民生命健康和公共卫生权利 一而再再而三成为病毒超级传播者 这是对美方声称的 要在全球抗疫中发挥领导力的莫大讽刺 防疫不应有法外之地 更不应有法外之人 美方应当深刻检讨自身行为 对国际抗疫合作造成的负面影响 严格约束驻外美军行为 对世界各国人民生命健康 采取尊重和负责人的态度 不要做全球抗疫的反面典型 Omicron病毒株在全球范围内逐渐的快速的传播 让全世界都很紧张 美发应各国单日确诊的记录不断的在创新高 那么美国的CDC表示 截至1月1号为止 Omicron病毒株在美国的新冠病毒株当中 已经占比超过了95%了 成为现在当前流行的病毒株 那么世卫组织的官员表示 说中国的国药跟科兴 这两款新冠疫苗 被证实可以预防Omicron病毒株 造成的重症住院风险 预计这疫苗重症患者的保护力 也可以维持住 那么官员表示 虽然说南非的新增病例激增之后 有出现下降 但是住院率死亡率都比较低 另外高风险族群跟没有打疫苗的人 可能因为感染了Omicron病毒株 因为没打疫苗会引发危重症 那么大陆现在 一直朝着清零的方向在前进 大陆河南郑州COVID-19疫情的防控指挥部 就在1月5号发布了一个 有关于全市要展开核酸检测的报告 每一个人通通都要筛 一个都不能漏掉 那么这个报告当中指出 因为现在疫情防控的复杂性跟严峻 为了要彻底排除 潜在人群的感染 因此决定了全郑州市要展开全员的核酸检测 这次的采样是分时段分区进行的 那么具体的采样时间 每个社区会有不同的通知 那么检测的对象包含了 本地常住人口 或者是暂时来到郑州市的人 临时流动核口外籍人口等等 如果说是因为外出的因素 人不在郑州的市民 可以在收到这个通告之后呢 自行进行核酸检测 提供48小时之内的阴性证明 并且呢 向居住地的社区来进行报告 对于如果你拒绝 你不参加这个PCR核酸检测的居民呢 健康码 你就会被标记为黄码 然后呢 同时会按照法规 当事人必须要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中亚国家哈萨克发生了一个暴动 就是跟能源有关 因为在元旦的时候 政府突然取消了 液化天然气的补助 导致这个价格 燃料费暴涨 原本一公升是当地货币50元 结果变成120元 导致数千人从2号开始 连续三天的上街示威 也有警民冲突 他们的总统呢 在1月5号受到政府内阁的要求辞职下台 那么警民对峙的状况非常的火爆 不断的传出爆炸声 空气当中也弥漫着浓浓烟雾 因为警方也动用了催泪瓦斯 闪光弹跟水炮车来驱逐示威民众 那最后我们来关注啊 这个冰雪天地呢 这是在美国的95号洲际公路 哇这一路上塞爆了 在维吉尼亚州的这个公路路段呢 受到了暴风雪的影响 结果霜上封闭了好几个小时 积雪高达30公分 从1月3号晚间到4号的清晨 数版辆车就在公路上 进退两难也动弹不得 很多人是要前往 Washington都被困住了 救灾人员在1月4号 总算把最后一批的旅客安全撤离 以上最后一批的旅客内发生得足以潜力而止 感觉中判了 感谢观看